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3月27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现在的美国国务院针对签证问题的最新规定 随着美国情况近日的恶化 新增确诊数量已经连续四天破万里 而美国的医护力量现在也出现了告急的情况 在3月26日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在推特发文 鼓励各国医疗工作者赴美帮助美国抗议 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在3月26日的推文写道 我们鼓励那些寻求在美工作或者交流的专业医疗人员 尤其是那些致力于治疗或者是缓解现在卫生情况的专业人员 究竟与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联系已申请签证 而美国务院领事事务局在3月26日也在其官网发布了这则消息 并且具体列出了上述医疗人员可以办理的两类签证类型 一类是H签证 也就是发给赴美短期工作的申请人 另外一类是J1外籍医生医疗居民签证 这类签证主要是针对目前已经在美国的外国医疗专业人员 外籍医生可以咨询美国外籍医生教育委员会 以延长他们在美的居留时间 J1签证通常可以一次延长一年 最长可以达到七年 而现在消息中也明确提到 签证到期日期并不代表个人可以在美国停留的时长 如果必须要延长停留时间 或者调整签证身份的人 必须向美国公民以及移民服务局 也就是USCIS提交申请 下面呢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以及美国总统川普总统的最新交流 美国总统川普在3月26日在白宫有关于应对疫情方面的工作 例行习者发布会上答疑提问 记者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不是对你提出对用词降调 不再使用中国制度这样的字眼 而川普总统回答说 他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要求对这些话降调 没有 也许有人和另外的人谈论了 但是没有人和我提出到这样的事情 我倒是认为该是时候有人提出来了 因为我谈到中国制度的事情 而且我是认真的 病毒就是这样来的 你看到爱博拉还有那些不同种类恐怖的疫情 都是和名字地点一块来到世人眼前的 这次是中国制度 但我不是非得这么称呼 如果他们强烈感到不适的话 那我们再看看吧 记者还说 你敦促美国人不要因为现在的情况而责备压抑美国人 是否此前你和习近平通了电话呢 我们注意到在这件事情上你让步了 而川普总统说 没有 我和习近平有非常好的关系 但是没有 我对争论出现的方式感到不满意 但这不是习近平说的 我们注意到是中方较低级别的人说的 是中等职务的官员 他们居然发表声明说是我们美兵把情况带到了中国 不 这情况就是来自中国的 而川普总统此时呢 又切换了话题 提到自己的政绩 说我们和中国签下了大笔的贸易协议 他们现在正付给我们大笔的关税费用和其他好处 中国过去一直占美国便宜 但是你知道吗 我不怪中国 我要谴责白宫过去的主人 他们本应该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我们现在和中国保持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而在当晚期后呢 习近平与川普总统又进行了通话 在美国的情况发展熏猛之际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当地时间周五 美国时间周四晚上与美国总统川普通了电话 其中呢表示中国愿意给美国提供援助 而早些时候川普总统还有其他的一些美国高级官员 则强烈批评中国共产党当局封锁信息 导致中国出现大爆发 扩散全中国并且祸害了整个世界 现在目前美国的确诊大致已经达到了八点六万 特别是纽约和新哈尔良等地区一跃人慢为患 出现了病状难求这样的状况 而习近平是在美中两国 近年来就一系列问题发生争吵的情况下 表示愿意向美国提供援助 在情况爆发之前 美国和中国就贸易战和知识产权 人权台湾和中国对香港的政策 还有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问题发生了争执 而随着情况在美国的蔓延 川普还有一届美国官员 指责中国在情况上缺乏信息透明 导致原本应该是地区性的问题 演变成了世界性的灾难 而在与川普总统对话中 习近平似乎是对川普的说法提出了委婉的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表的通话记录表示 习近平对川普总统说 流行性疾病不分国族和种族 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国际社会只有共同应对才能战而胜之 而中国外交部发表的通话记录还说 习近平强调情况发生以来 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人的态度 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 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通报信息 包括第一时间发布基因序列等 而习近平的这种说法 也是包括中国外交部在内的官方机构 一直宣传和坚持的立场 但是许多中国公众对这种官方说法提出质疑 质问既然中国政府如此透明 为什么在初始阶段 也就是在最有可能阻止大爆发的阶段 中国政府要对中国公众封锁信息 甚至对私下在朋友圈谈论情况的八个医生进行惩罚 并加惩罚消息 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十几次 导致医护人员人人自危 不敢谈论情况 导致众多的人包括数以千计的医护人员感染了 而且是目前中国共产党当局拒绝对公众和国际媒体的这种质问 做出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表的通话记录还表示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重要关口 中美合则两立斗则俱伤 而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希望美方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采取实质性的行动 双方共同努力加强抗击等领域的合作 发展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中国经济相关的消息 现在中国已经开始复工复产 但是复兴还非常缓慢而艰难 以及来看到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消息 文章介绍说 在实施隔离措施抗击卫生情况两个多月后 中国正逐步复工复产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同时有赖于全国能够成功击退现在的情况 政府数据暗示 在今年的前两个月即中国情况最严重的时期 经济大幅放缓 而经济学家预计 未来将有更多的坏消息 研究公司中国黄皮书的首席执行长米勒则表示 很明显工厂在复工 工人在返岗 灯光在亮起 但是整个三月份的经济数据实际上仍然在恶化 我们跟踪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是如此 公司通常每年就中国经济发布八次报告 依据是他们对三千三百家公司的调查 如今公司每周都发布报告 而机构的调查显示 企业收入和利润一直萎缩至三月份 而且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更快 没有一个行业能够幸免 服务零售业受到了冲击最为严重 而米勒还表示 中国正在复工是一种说法 显然受到北京方面的推动 他们可能在复工 但是并未恢复增长 随着海派的情况 在欧洲和美国出现蔓延 海外买家也突然取消了很多在中国的订单 而经济学家现在已经下调了 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期 出于情况恶劣的程度 经济学家的预期差异很大 德意志银行预计今年第一季度 中国GDP的折合年率要萎缩三十一点七个百分点 而之后将复兴 全年GDP将增长四点五个百分点 而瑞银则预计今年中国GDP的增长速度是一点五个百分点 远远低于该机构最初预计的百分之六左右的增速 而中国近日来报告的新增情况 绝大多数都不是境内感染的 而快递巨头联邦快递集团最近表示 中国有大概三分之二的小型制造业已经复工 大型制造业的复工率则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副部长李忠表示 已经有一亿农民工外出务工 占到了春节前返乡的百分之八十 在中国官员推出更多支持性举策 包括对于高校毕业生签订 长期劳动额动的中小微企业急于补贴 而中国央行的副行长陈宇露在周日预计 中国经济将快速恢复 第二季度经济指标将出现明显的改善 而中国有关部门对全面解除商业活动限制 还是持谨慎态度 因为他们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是不是会卷土重来 而这是世界各国政府都担心的一个问题 中国总理李克强多次呼吁 在确保安全防范的同时简化手续 但是地方官员仍然担心 而包括国有银行在内的中国大型国企吸收了经济复兴的部分成本 并帮助工人保住了工作 不过国有银行通常不愿意向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提供贷款 而这些企业正是经济领域的许多创新的驱动者 并提供中国国内大部分的就业 消费现代增长已然停滞 二月份中国家庭的短期贷款下降了人民币四千五百零四亿元 为二零零零年二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月降幅 而万德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 包括住房抵押贷款在内的家庭较长期贷款 仅增加了人民币三百七十一亿元 也是二零一二年二月份以来的最低增量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那是美国经济方面的消息 美国的财政部长姆努钦现在成立了一个工作组 以便在房主停止偿还住房贷款的情况下 就缓解房贷工资料将出现的现金短缺问题提出建议 由于现在的情况导致不少借款人失业 房贷公司正在为将从四月一日开始的一波还款拖欠炒做准备 这一些代表投资者向借款人收款的公司担心 将不得不在短时间内筹集数百亿美元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因为大多数房贷公司属于非银行机构 没有办法从美国的联邦储蓄委员会获得紧急贷款 姆努钦周四在金融委定监管委员会的电话会议上表示 他已经要求工作组在三月三十日之前提出建议 姆努钦是委员会的主席 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还包括美联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负责人 出现现在的现金短缺情况的背景是 美国的监管机构和国会正在采取措施 允许受到现在情况影响的房主寻求宽限 也就是达成为期至多十二个月的建议 允许他们拖欠部分款项并在未来继续补交 而如果房主拖欠还款 按照合同规定 房贷公司有义务继续向购买房贷债券的投资者 以及税务机构还有保险公司支付相关的款项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且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感谢观看